越来越多移居泰国的国人 他们可能会在这个热情的国度 遇上自己的一生挚爱 然后定居在泰 甚至会想能不能通过结婚 入籍泰国 相信不少单身的朋友 移居泰国的时候 多多少少对这个问题 都会有点好奇 毕竟转角遇到爱这样的事情 谁也说不准呢 可惜的是 泰国是一个非移民国家 若想要移民即入籍 条件极其苛刻 但并不是毫无办法 一般有四种合法方式 分别是 亲属入籍 结婚入籍 投资入籍 政治情况或专业人士入籍 尽管有方式 但泰国入籍 每年有明确的配额 针对中国籍 包括港台澳同胞 每年仅有200个名额 所以就算满足申请条件 也得有名额才行 并不是说一就一 说到这里 肯定有人就问 这上面不是有结婚入籍吗 看起来比较简单 是不是意味着 娶个泰国老婆 就可以移民泰国了呢 不好意思 还真不可以 你嫁个泰国老公 或许可以 但娶老婆不可以 这里指的结婚入籍 是指外籍女性嫁给泰国人 生孩子后 满足一定居住年限 可以申请入籍泰国 若是男性娶泰国老婆 泰国出生的孩子可以入籍 男性无法入籍 不过 尽管有外籍女性 满足以上条件 也要走各种移民手续 比如查找配额 提交申请 探语知识 对泰国所做贡献 面试录影 居留测试等等 少则弄个几年 长则十年以上 但是 不管你嫁老公 还是娶老婆 都可以快速申请一个签证 那就是结婚签证 只要你不离婚 这基本上 算是一个 永久居留资格 结婚签证 也是除了工作签证外 为数不多 允许外籍人士 合法在泰工作的签证 那么 结婚签证 如何办理 需要什么条件 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申请泰国结婚签证 申请人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双方年满18岁 提供合法的结婚党证明 如结婚证书 CORO3 和婚姻登记 CORO2 若在境外结婚 需要向当地地区办公室 AMFIR 报告婚姻 并获得CORO22文件 提供有意在泰 作为已婚夫妇 共同生活的证明 满足以下任意财务要求 在泰国银行账户中至少存入40万泰铢的保证金至少两个月 每月收入至少为4万泰铢 并向大使馆申请 开收入证明信 若满足以上条件 则需要准备以下材料 证明 外国配偶的护照 至少有6个月的有效期 以及护照照片 身份证业 当前泰国签证和入境章的银本 泰国外交部认证的结婚证 原件和泰语翻译件 财务状况证明 存款或收入证明 其意即可 泰国配偶的身份证明文件 如身份证和户口本 无犯罪证明 最近6个月内拍摄的护照尺寸照片 3.5乘4.5cm 非移民欧签证申请表 提交以上材料给移民官后 随后可能会联系您补充相关材料 党或是预约面谈 来进一步验证 你们婚姻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全程按照官方只是进行即可 完成所有申请流程后 大概需要审批一个月的时间 结婚签证是一年一签 但出境需要另外办理回头签 持签期间可以在泰工作 买房 买车 开户等 并且只要你不离婚 正常维持结婚状况 就可以一直申请下去 当然了 大家不要对结婚签证报外心思 因为泰国对于这一签证的审批非常严格 特别是 近年来打击灰产正处风口浪尖 千万不要以身试险 此外 想要在泰国长期生活 也不是非得要找个对象才行 还有很多低门槛 无身份要求的长居签证 比如养老签和精英签 如果想要省时省力 直接花钱解决 并且审批好通过 审批时间短 出入境还特别自由 无限制 想要花最少的精力 换最长的居留时间的话 可以直接选精英签 探移居泰国的万金油 没有年龄存款职业等要求 以下为精英签的简单介绍 如果已经年满50岁 并且拥有不低于80万泰铢的存款 不怕麻烦 不怕折腾 可以直接选养老签 一年一起 可一直续签 不过 这两个签证都不可以在泰工作 只适合纯粹来泰国享受生活的朋友 比如养老 陪读 商务等人士 以上 欢迎关注泰国投资小圈子 每天都有新知识